哟 怎么那么烫啊 洛生 小梅都发烧了 你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啊 我们在练舞 我也没注意啊 娘 我 乖孩子 娘这就帮你进屋 进屋睡觉 好吗 娘 热水 洛生 赶快去睡吧 发热 冷寒 大牌子 小梅得的是疯虐疾 此病很快会一传十 十传百 马上就会传染一片的 李佳 怎么那么命苦 丈夫被抓 女儿又得大病 难道老天爷 真的是和李佳过不去吗 娘 娘 洛生 从今天开始 你就去扫棚子 不许再回传仓了 还有 不准到外面乱说 讨论让别人知道了 我用家法处置你 听见没有 还知道了 那小梅怎么办 她还病着呢 娘自有办法 哥 小梅 娘 小梅 哥 小梅 不是说好了不让静的吗 你怎么不立话呀 娘 小梅她叫咱们呢 她还生着病呢 就是因为病了 才不能让你静的 走 走得远远的 娘 娘 娘 小梅 小梅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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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生 发什么疯啊 你才发疯呢 那你一个人犯什么倔呀 你怎么一个人来了 没把小妹带出来 小妹病了 病了 什么病 这 这俺也不知道 反正俺娘不让他出来玩 是不是人们传说的怪病 胡说 你才得到怪病呢 踏实踏实 快来快来 我跟你说件事 快来 什么事啊 丽丽婶她家小妹啊 得了怪病了 什么怪病啊 快来快来快来 我告诉你们件事啊 什么事啊 怎么了 嫂家的小妹 得了怪病了 人都快不行了 也不知道得的是什么怪病啊 吓死我了 别害得我们大家都得这病啊 来了 是吗 没有事都不码人 我说了 我说不疑 不疑 叫你 去了 但你做了 咱们 这孩子得了这么重的病 你不能传人给我们大家 是不是 我们这上游啊 就是这事呢 我们不能因为他一家人 就看我们大家吧 是 你说这是 你看看 怎么他们在这儿 我们怎么办 大家伙静一静 静一静 静一静 听我说 别在这儿围着了 都回去吧 散了散了 散了 你就别劝大伙了 咱们跟丽嫂 又无冤无仇的 不是还得了她的好吗 就是啊 你说她家这闺女 得了怪病 这不能躲起来 不说一句话吧 是 这病啊 一传十十传百的 咋没耳功夫 就能死一大片呢 这大家伙呢 好不容易 在渤阳湖边 落了脚 要真是这样 你说 咱们怎么办 大伙说说 这事怎么办 你们说怎么办 大伙子 对不住大伙了 你们刚才说的话 我都听见了 我家三代行医 得病治病的道理 我还是懂一些的 我实在不是有意瞒着大家 只是想等等 看看我家小妹 得的是不是怪病 如今 我只能老老实实地 告诉大伙 我家小妹 得的是瘧疾 就是传说中的怪病 这怎么办 这怎么办 怎么会这样啊 这让我们怎么办啊 这怪病的怎么治啊 乡亲们 好 这个怎么办 请大家放心 我绝不会连累大伙 你这么办 这我们一个说法 你 就是这个 你别说呀 这也行 咱们说清楚啊 你 立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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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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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孩子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娘 娘 洛生 娘和小妹走 娘 狠心将你撇下 是怕小妹的瘧迹传给你 再传给南千人的人们 娘 娘 娘 好